晚安,歡迎大家收看《瞬間看獨贏》,我是主持世榮 來到夜晚,看了整天排位,看了那麼多節目 究竟心裏面有什麼頭緒去揀碼? 有時我們對著一大堆馬都不知如何 太好賽職,又怕他們不知哪一隻贏 又最慘的是什麼呢?就是不扮馬 整堆賽職又不好,檔位又不好,馬走過一堆,好像很難選 往往爆冷的很多時候都是這樣來的 好,今次我們帶大家看看一些低班的賽事 剛剛爆冷的星期日國際賽有 大家看到每隻會贏的短途馬 結果就全部影影都不見了,那些什麼標之智能 或者是黃蝦黃那些 今次我們再看看一些最低班的 五班千八米賽事 一起帶大家看看,有哪些會贏的呢? 下載制賽馬APP很容易幫到你了 智聰明在香港其實剛剛才贏完 莫雷拉要注意就是他不騎 其實就是同場的環保時代 上次僅僅的檔位不好,中間摺上來 騎得很漂亮,僅僅輸頸 這次他就繼續騎過一匹 智聰明用了建習生減榜 看看能否抵消了評分加幅 比贏馬士還輕 應該可以吧? 黃蝦寶區梁家俊停賽,益了巴道 什麼都四磅應該都可以的 威智京也是,何宅堯停賽 但贏到明德之星 這隻相對比較厲害 再繼續跑回千八 看看能否表現飄忽一點 你說只有三隻,怎樣選腳 有時我想買單T4連環 為一為子Q有沒有冷腳先 有的,我覺得會贏 有時跑得近的那些 其實可能是外地贏過,香港未適應 有些什麼馬呢? 譬如睡眠攻略,贏千六 老表省老老富貴都是一樣的 不過這隻呢,就贏遠地的 而這隻呢,就好一點,老老富貴 盤都好一點的 不過其實是你信不信的 至於上部福滿呢,他都贏的 不過就贏千四米賽事 可能氣量上的未必這麼夠 看看一個盤位能否幫到他 其他馬呢,在香港後面那些都沒贏過的 又不是在外地贏過的自購馬 所以大家選馬的時候小心點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這個節目或者這個頻道 世榮香港人賽馬台 歡迎大家訂閱和讚好 有些什麼馬仔問題,歡迎隨時問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明天再見 好,拜拜 好,拜拜 好,拜拜